好,接著我們要做一個重要的提醒 就是問質量 我的體積150,密度0.6的木塊 請問它的質量有多大? 怎麼辦? 老師說,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我質量 我沒有什麼公式可以求質量 而且給了我是密度 我想起來了 有一個公式叫做D等於v分之m 有密度有質量很好 那現在要求是質量 那質量該怎麼算呢? 數學好的人就直接知道了 如果你數學跟我一樣不好 就拿出可愛的小瓢蟲 寫一寫D等於v分之m 要求m就把m遮住 哦,怎麼做啊? D乘以v 密度乘體積 我就需要知道 密度,我就需要知道體積 體積裡面有給我嗎? 有 體積裡面已經有了 密度有木塊的體積 就往裡面灑灑的帶進去就好了 帶進去 算一算 這種超級恐怖難的數學 聽說小事就會了 好,所以答案叫做90克 所以我們的質量就是90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01 這是一個重要的提型 就是 請你算出那玩意兒的 質量有多大 質量有多大,這是一個重要提型 OK嗎?OK! 來,質量360 密度48 混體積 好,混體積 跟剛才有一點不一樣 剛才是有體積有密度求什麼? 求質量 現在是有質量有密度求體積 你只是位置數百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想法都是一樣的嘛 好,帥哥美女 來,我們找一些帥哥美女上來 我們找一些帥哥美女 來,我們帥哥美女 呃...我想要找兩個女生 可是我現在抽不到女生 13號 1號不是問過了嗎? 然後...13號還沒有女生 然後...13號還沒有女生 然後32號 上來 基本上跟剛才的做法是一樣的 他除了位置數百的位置不一樣之外 他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一題是有質量 有密度求體積 就把那個神奇的公式擺一擺 拉拉拉拉就出來啦 就OK啦 很好我喜歡 很好我喜歡 嗯... 這樣除不出來喔 不會吧大哥 360除以8你除不出來喔 啊 好,回家回家回家 很好 來,先說喔 先說 答案都一樣 答案都一樣 但是我喜歡這位大姐的寫法 為什麼 因為他有把公式寫下來 寫公式寫下來什麼好處 你知道你在算什麼 你看到這裡是體積 這裡是密度 這裡是質量 你知道你應該要放什麼東西進去 你們這種寫法齁 就有一堆豬腦袋 就會把上面的數字拿起來 這邊有個3 那邊有個2 啊,大概6 才成了0.6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算 就全面都要亂算錯數字 所以我喜歡這位大姐的寫法 我喜歡這位大姐寫法 因為他要把公式寫下來 這樣你會知道 這樣你會知道 我們到底應該要放什麼東西進去 我希望你在算之前 都會先把公式寫下來 然後呢 確實的知道你該怎麼算 所以我們答案叫做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問體積 有什麼公式可以求體積 還有密度對不對 公式叫做D等於V分之M 那講過了 數學好的人就知道該怎麼做 跟我一樣數學不好就怎麼辦 找可愛小嫖蟲 找可愛小嫖蟲 D等於V分之M 要求的是V 就把V遮住 哦,怎麼做 M除以D M除以D 公式叫做M除以D M就是質量 D就是密度 題目有沒有質量 有,有沒有密度 有,很好 應有盡有 就往裡面塞就好了 往裡面塞 然後就有一個小學 401就會的數學 45 剛剛那位大概都撐半天撐不出來 不知道在想什麼 看他一直發呆 寫個45還會懷疑自己寫 對還是不對 那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對,然後又45 然後又45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2 這也算是會有的提醒 反正就是 知道體積 知道密度求質量 知道質量 知道密度求體積 很簡單 基本公式的運用而已 OK嗎? OK